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名以色列军人在加萨北部一栋建筑的屋顶上升起一面异国国旗 拍摄者表示哈马斯的暴行发生三周后 异国士兵在加萨升起了国旗 在获得胜利之前我们不会停止讨伐 这段影片其实只有短短二十几秒 但在网络上已经掀起许多人热烈讨论 因为根据外媒报道 这是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萨以来 首次有以色列国旗在加萨地区飘扬 似乎也意味着即便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停火 但以色列却仍然坚持行动 不消灭哈马斯不会罢休 外界也预计在加萨发生的战争将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东站新闻国际中心送话报道